房子影响你的运势,五种房子让你越住越穷。 一,长期住在地下室。 有不少出来城市的打工者,由于经济原因都会借住在地下室内,然而,假如长期住在地下室,时间超过一个属项的变更,如从龙年住到蛇年。 那么,越过越穷的房子风水就会对你产生作用。 你除了经济上开始住不付出之外,很可能恋爱情感也饱受影响。 建议,长期住在地下室的朋友赶紧搬出来吧,早日见到阳光,好运会回到你身边。 二,白虎压过青龙的房子。 一些房子的右边是很高的楼,或者是很高的高压塔,边窗甚至是过接天桥,而左边楼房则相应比较低矮。 那么,住在这样的房子里,你就会真正感受到风水的威力了。 或许你会健康不佳,或许你会财运不开,或许你事业开始不顺甚至官司缠身。 总而言之,很大原因与风水有关。 建议,假如已经住在了这样的房子里,建议应当立即进行化解。 三,卫生间与厨房门对门。 不知为何,开发商经常将房子建成卫生间与厨房门对门的格式。 这种让上水直接通下水的格局,应验了那句酒肉穿肠过的名言,财富留不住,明显是越过越穷了风水。 建议,这样房子的主人赶紧改厨房或者卫生间的门。 假如无奈不能改,那么至少在厨房门上挂中国节,在卫生间门上挂门帘。 四,大门对窗。 假如是自家大门一开,就能望见窗户,那漏财格式已经诞生。 许多所谓的南北通透的高层板楼都是这种格局。 建议,最好的方法是在大门内做玄关,把这种越过越穷的屋宅风水改了。 五,大门之对别家门。 很多住宅的大门都是两两相对,即这家大门与另一家大门相对。 如此,越过越穷的屋宅风水很可能就产生了。 假如,对门那家的气场,属相,物行等恰好于你家的气场,属相,物行相克,那么倒霉的肯定是你了。 建议,假如房子有这种格局的朋友,需要在自家门框上挂中国结,同时在门内做玄关或挂门帘为宜。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,你的事业,财运都会跟着你住宅的情况而转变。 以上所说的五种房子会让你越住越穷,如果真有这样状况的朋友就赶紧逆转这种状况吧。 谢谢大家。